你知道世界上造价最贵的武器都有什么吗?原子弹在他们面前都不够看的 前不久以色列登场的全球最先进铁穹防空系统在他们面前也只是弟弟 这些武器一旦发射几乎没有任何防空系统能够抵挡 只需一枚就能将小日子移为平地 五枚就能让老美销声匿迹 而今天就给大家盘点一下全球造价最贵的是大灭国级武器 一 禁防炮 禁防炮最早可以追溯到二战时期 当时英国为了对抗空中威胁 第一次尝试将高射炮应用于舰艇防空 这也是禁防炮最早的雏形 后来在海湾战争中 美国在禁防炮的基础上再次升级 成功击落了伊拉克多枚导弹 有效防止军舰的损失 但这还不是禁防炮全开状态 后来经过我国科学家的升级改造后 禁防炮直接变成了军舰的最强保护神 不仅能一秒射出多枚炮弹攻击敌方 还能拦截敌方的高速导弹和飞机 以我国的1130型禁防炮为例 每分钟能够发射11000发炮弹 射速是一般导弹和炮弹的几倍之多 而且使用的炮弹都是乌星穿甲弹 乌星穿甲弹的硬度极高 是钢的2.5倍 能够轻松穿透一切反舰导弹的外壳 几乎没有任何装备能够挡住它 当然如此神兵力气成本自然很高 据有关报道称 一枚乌星穿甲弹的成本就在2000到1万元的价格 哪怕是按照每发弹药2000元计算 1130禁防炮持续射击一分钟 所消耗的弹药费用高达2200万元 如果开火一小时起码消耗10亿元 那么各位小伙伴们的资金能够持续消耗几个小时呢 2.重马王直升机 重马王直升机是美国现役的一款重型直升机 它的主要工作不是战斗而是运输 该机全身采用了各种钛合金碳纤维等复合材料 内部还配备了先进的悬翼系统航电设备等 能让飞机更加稳定的飞行垂直起降和悬停 另外飞机上还安装了三台发动机 一台功率高达7500轴马力 三台功率可超过2万轴马力 是直升机领域中的顶尖配置 所以重马王直升机能够携带近20吨的物品 包括重型装备 车辆 士兵等 据公开资料显示 重马王直升机的造价高达9000万到1亿美元 三 勒克莱尔坦克 勒克莱尔坦克是法国的主战坦克之一 也是世界上火力最强大 防护系统最先进的坦克 勒克莱尔坦克配备了一门CN120 26型120毫米滑塘炮 该炮堂口竟能够发射多枚弹药 包括穿甲弹 高爆弹 导弹等 最大射程范围在4000米 能够轻松穿透对方的坦克和装甲车 但是对方很难穿透勒克莱尔坦克 因为该坦克的外层装甲 使用了特殊复合装甲材料 能够有效抵挡各种弹药的攻击 同时还能减轻坦克重量 增加机动性能 坦克内部也配备了各种先进的电子设备 火控系统和通信系统等 帮助内部人员随时向指挥部传达消息 而一般普通坦克的造价 是在十几万到上百万美元不等 但是勒克莱尔坦克的造价 一台就高达上千万美元 妥妥的坦克中的爱马仕 所以几乎没有小国会使用它 只有实力雄厚的大国才能使用 4.美国F22猛禽战斗机 F22猛禽战斗机 是目前最先进的五代战机之一 它的机身装备了两台低含道涡扇发动机 飞行速度在2410千米每小时 要知道音速也才在1224千米每小时 所以F22猛禽战斗机 也是世界上最快的战斗机 而且战斗机内还配备了一个主弹舱和两个侧弹舱 可以容纳对空导弹和对地弹药等 双弹齐发能对目标造成巨大破坏 当然 如此厉害的战斗机造价肯定十分昂贵 据美国公布的数据来看 F22猛禽战斗机的研发费用高达280亿美元 造价成本高达3.39亿美元 每飞行一小时燃料损耗高达40万人民币 尤其是机身上涂抹的隐身材料 价格更是贵的离谱 几乎都是由银和特殊材料组成 能够有效反射雷达信号达到隐身效果 当年美国曾派出12架战斗机飞往叙利亚执行任务 回来后光修补隐身涂料就花费了6100万美元 这还不算零件的更换和保养费用 所以对于这种造价极高 耗费有大的战斗机 美国也只生产了200架不到 5.隐身战略轰炸机 众所周知 轰炸机本身造价就很昂贵 在二战时期 一架轰炸机的造价就高达几亿美元 但是在美国B2幽灵隐身战略轰炸机面前 几亿美元只能算是零透 这款轰炸机不仅携带了多种精密武器 比如常规炸弹 巡航导弹等 一旦射出就能将对面移为平地 而且机身上下都涂满了 碳纤维复合隐身材料和雷达吸收材料 这种材料能够大大提高轰炸机的隐身性能 雷达根本监测不出来 能够直接抵达敌军腹部完成轰炸任务 不过这种涂料的价格非常昂贵 每涂一次就要花费至少7000万美元 而据有关报道称 幽灵隐身战略轰炸机的研发费用 高达上百亿美元 单个造价高达24亿美元 目前全球也只造出了21架 6.朱姆沃尔特号驱逐舰 朱姆沃尔特号驱逐舰是美国海军 研发出的一艘具有隐身功能的水面舰艇 该舰艇配备了各种先进的武器系统 包括多门口近较大的火炮 和20个垂直发射系统模块 能够同时携带80枚导弹 可别小瞧了这些导弹 每一枚导弹的造价高达80万美元 能够有效进行防空和反舰作战 后来美国还对该舰进行了升级改造 并在舰艇上安装了超音速导弹 这大大增加了舰艇的综合实力 再加上舰身上全部涂满了价格高昂的隐身材料 所以一艘舰艇的造价高达85亿美元 造价远超同类型的其他驱逐舰 甚至直逼航母的造价 但由于该舰技术问题成本问题等原因 美国仅建造出了三艘 7. 两栖登陆舰 两栖登陆舰又叫迷你版航母 该舰身长257.3米 舰宽32.3米 别看两栖登陆舰远没有航母大 但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舰艇上的设备丝毫不比航母差 它的飞行甲板上可以同时容纳20架战机 以及大量的坦克 装甲车 步兵战车和士兵 说到这里可能有人会心生疑惑 舰艇不是该优先配备武器弹药吗 怎么配备的都是汽车 飞机和战车 实际上两栖登陆舰最大的用处 就是运载士兵 汽车和物资 以最快的速度进入敌方腹部 开辟新的战场 所以这对舰艇的速度要求非常高 因此两栖登陆舰上 配备了两台核能驱动机 速度最高能达到40节 换算成码数 就是74.08码 而一般的航母速度都在50到60码 所以几乎没有舰船能够追上登陆舰 就算能追上燃料也是一大问题 一般舰船用的还是柴油或者化石燃料 最高只能维持40多天的航行 但是核驱动舰船的燃料 可以用几十年 所以这样一艘造价在30亿美元的登陆舰 你觉得贵吗 8.福特航空母舰 福特航空母舰是目前最强的母舰之一 它的舰长337米 舰宽77米 航速在50到60码 核载人数为1150人 母舰上一共配备了10架隐形战斗机 36架超级大黄蜂战斗机 还有约20架直升机 预警机等 光是这些飞机编队的费用就高达几百亿美元 母舰上还配备了强大的武器导弹系统 以及先进的防空系统 包括近防炮 短程防空导弹 海麻雀防空导弹等 能够有效抵御和反击敌方的导弹和战斗机攻击 另外 母舰的驱动员也是核能驱动 一共配置了两台压水式核反应堆和四台气轮机 能够为母舰的航行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当然 如此巨大的母舰造价自然很昂贵 根据美国海军提交给国会的报告显示 一艘福特号航母的造价成本在137亿美元 这还不包括后续的维护 升级和燃料消耗等费用 9 哥伦比亚级战略核潜艇 这是美国海军正在研发的新一代战略核潜艇 据美国公开的数据显示 哥伦比亚级战略核潜艇将会装备三叉戟前射弹导弹 每艘潜艇可搭载16枚 射程可达11000公里 而当16枚导弹全部发射完 其破坏力足以摧毁一个中等国家 另外 在材料的使用上 该舰艇第一次使用了新型特殊材料 据说 这种材料能够抵御敌方的一次核打击 这要是真的 不敢想象 这种材料的硬度到底有多强 据估计 该潜艇造价约124亿到130亿美元 目前美国海军计划要建造12艘潜艇 所以整个项目计划总成本约1250亿美元 10 陆基洲际导弹 陆基洲际导弹是世界上最昂贵 打击力度最强 破坏能力最大的导弹 目前世界上最强的陆基洲际导弹 是俄罗斯的萨尔马特洲际导弹 该导弹重210吨 长30米 其威力据估计可达2500万吨TNT炸药 一枚相当于1500枚投掷到日本广岛上的小男孩核弹 射程范围能达到18万公里 几乎涵盖了地球上大部分的国家 只需一枚就能让小日子彻底玩完 只需五枚就能让老美销声匿迹 而且这种导弹一旦发射根本无法抵挡 因为它采用的是分导式攻击模式 意思是一颗能够分成多个 通过不同的高度和方向 对同一个目标实现快速打击 防空系统根本拦截不过来 当然如此厉害的导弹造价自然不菲 据估计导弹加发射台加研发费用 造价成本起码在16亿美元 虽然造价没有母舰和登陆舰多 但在导弹界已经算是天花板级别了 这种导弹的导弹是天花板级别了